5期间报 带来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杨世光 好我们看台北股市 这个选举行情 似乎已经开始发酵 我们从上周三开始 看到台北股市目前的发展 从成交值的角度 从成交量的观察 包括指数目前的发展 跟外资的态度 似乎这一波的选举行情 正在开始逐渐加温 当然选举行情有两部分 一个是庆祝行情 对于另外一方来讲 是逃命波的行情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筹码的换手 似乎从成交量 看得非常的明显 台北股市今天找盘 成为亚洲股市 涨幅最大的一个市场 同时这个成交量 在找盘一度 预估高达千亿 将于从60分钟 用量来做观察化 9点钟更是爆出巨量 可随着这个盘中的 震荡跟压缩 又把这个失控的成交量 给收了回来 所以目前的盘市 到底要往哪边走 我们今天要做观察 那这个台北股市 能够反攻最大的基础 在于礼拜五 美国股市 出现了一个绝地大反攻 似乎从整个 非农数据的优异 以及这个升息的 利空出境 使得美欧股市 瞬间做转强 那美欧股市 到底涨什么族群 特别两党 第一党微软 第二党麦当劳 到底这两党创新高 领涨的个股 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要怎么做解读 稍后请来宾 做进一步的观察 那更重要的是台北股市 我们今天跟大陆有关 因为特别是 跟积极 想跟大陆是好 求爱的个股 包括像台积电 像联发科 今天成为整个台北股市 领军的主角 可是跟大陆 站在对抗的角度 包括大力光 受到营收财报 不价影响 早盘股价 一度打到跌停 到底两岸产业的进合 会给投资的选股 产生什么变化 如何掌握最后40天 选举行情 可能发生机会 我们特别请教 四位来宾 好 第二位请教 是聚会网的总组笔 邱志昌 邱老师 好 第二位请教 是分析师叶俊敏 好 第三位 我们请教 资深台记者 林外明 好 第四位 我们请教 分析师曾焕文大K 好 当然我们先观察到 这个美国股市 在礼拜五暴涨 特别是道琼指数 一口气 涨了369点 那这个涨幅高达 两个百分点 观看我们在上礼拜 不断地追踪美国股市 先是出现了一个空头吞噬 再加上一根长黑的补墙 所以使得空方 在上周四以前 有逐渐转强的一个味道 可是礼拜五这一根长红 来一个更大的多头吞噬 所以过去四天 这根美国股市的多空角力 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多头转强 空头用力打压 空头打压两天之后 在礼拜五是用爆量的方式 进行一个多头反扑 那另外我们看 NASDAQ指数 也出现一个多头转强的味道 那包括S&P500 更直接站上 蔡老师提到的 2080的反压 所以美国股市在礼拜五 又一系出现 多头的转强发展 但离高点不远 所以会不会过高 我们持续做观察 那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要请教翘老师 因为礼拜五公布的一个数据 就是美国扣除农业的 新增就业机会 一般我们就要 非农的就业人口 这个Lumperial 那增加的是21.1万人 我们注意到 叶尔伦在上礼拜特别提到 美国在礼拜五公布的数字 只要增加10万人 就是利多了 那基本上公布出来 是21.1万人 那上两个解读 就是美国的经济 真的复苏了 第二个是 美国升息确定了 那确定为什么还涨 因为利空是不是就此出境 所以我们第一个 从绝对的数字做观察 美国从2010年 一路到现在 人口就业机会的创造跟增长 输给美国的经济复苏 给股市带来一个指标 那另外我们最观察的是 美国的工资 因为目前美国面临的是一个 成本推动的一个通膨环境 那第一个是房租通膨 那另外一个就是工资通膨 我们看这个工资通膨的年增率 已经连续几个月 维持在2%以上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假如你看房租跟看工资 这两项对服务业成本影响 最大的两项生产要素 基本上它已经回升到 年增率2%以上 所以美国CPI 虽然还是维持在1% 1.1% 可是事实上 美国内涵的成本推动性的 通膨膨胀压力 是相当大的 那另外我们再做观察 从美国GDP的年增率 跟失业率观察 那目前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就是失业率5% 已经连续三个月不动 所以现在也解读 美国的自然失业率 就是5% 所以美国的失业率 也不可能再降 相反的 在充分就业的环境当中 一旦景气复苏加快 那非常有可能引爆 工资大幅的扬升 所以我请教乔老师做观察 市场行情是一块 那另外是从礼拜五公布的数据 我们看到美国其实 对于物价的一个前景跟压力 是蛮大的 特别是失业率5%的一个 自然充分就业 对 在加上工资的快速转强 其实从几个重要指标 我们都看到 美国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 货币政策处境 您的解读 我想刚刚世光所提的 是有关于这个货币政策 那在做货币政策的时候 我们之前就一再地提到过说 物价跟这个失业率 它是一个trad off 是一个取舍 所以说在这个取舍的这个过程当中 总共长期 如果说你用10年或者是用15年的话 它可以分成三年 那一段就是说 当我物价在涨的时候 那个失业率会下降 那美国是这一段已经降到了 这个5.0左右 对 5.0所谓的这个自然失业率 就是除了摩擦性失业 除了说你换工作 因为年底到了 有一些要换比较好的工作 出了这个技术上的一个转变 比方说像这个IC的科技 要换到这个生物科技 像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转变之外 这两个失业率是常态 为什么 因为常常社会的这个产业 常常在变迁 另外找工作也常常在做一些变迁 这两个失业之外 所剩下的这个失业率 就是自然失业率 那通常是货币政策 是用菲利普曲线降到这个 自然失业率的时候 就是急剪 都降不下去了 再降的话 你的货币就会造成 比较多的货币 因为可能景气变好 观众注意到 这个摩擦性失业可能变高 为什么 因为景气好 像世光可能就请假 休息一个月 准备去别台上班 我就变失业人口 所以景气变好 其实有时候自然失业率 有时候不见得会一直往下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美国失业率 几乎就到底了 不可能更低 对 世光会加薪 而且收息很好 对 第二个阶段就是到了这个 自然失业率的时候 就面临到这个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那个失业率可能在下降 但是物价开始稳定了 所以刚刚世光所讲的 那个核心的物价 其实已经非常稳了 而且隐隐的要上去了 是 那核心物价是包括 能源跟食物之外的 这个物价 是 那目前包括 能源跟食物的物价的话 是还在负的成长 但是核心物价是正的 那这个期间 大概会有多久 我想FED的经济学家 他们会判断 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就是开始启动 那个升息新环 对 因为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就整个核心物价 跟这个刚刚所讲的 一般的物价 就开始上扬了 上扬的时候 你在做货币政策 来不及了 为什么 因为货币政策 有时间的这个 漏后的效果 另外还有认知的漏后效果 总共有三种 三种的这个 比较漏后的这个效果 第一个是认知 你认为说没有什么事 可是物价已经开始在上扬 所以他可能要提前 做一些这个观察跟准备 那提前观察跟准备 事官刚刚所提到的两个指标 就是这个PMI这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服务业 第二个就是这个制造业 那目前从美国的 这个景气来看的话 它的制造业 已经到了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都在50以下 都在50以下 没办法 对 都不是在50以上 它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57 57左右 57左右 这个可以看的 所以老师 红色是制造业 蓝色是服务业 服务业 这中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越拉越大 刚刚所提到的服务业的成本在增加 所以核心的那个CPI在增加 这是因为服务业 它的成本在增加 它的景气还不做 那这样一个缩缩的状况 会使得这个美国的FED 对于升息稍微会谨慎一点 因为景气毕竟还没有到 完全能够这个 可是安哥老师你张图 不能等制造业回春 因为制造业回春 可能服务业已经泡沫或过热了 对 所以也要做这方面的考量 它的那个角度去做 我们可以举台湾例子 关门最近网品不是财报很难看吗 我们就以网品 网品集团做餐饮的 就是服务业 那另外是宏达电 代表是制造业 那央行是要救网品 还是要救宏达电 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因为宏达电很差 所以央行彭华南不断地降息 降率 降汇率 使得宏达电有一个增长的一个机会 给它一个机会 可是惨为什么 因为房租大涨 工资大涨就导致网品 整个财报瞬间扭转 像网品最近关店关一堆 因为房租太高了 工资太高了 所以这个取手很难 你一个算网品继续好 还是要救救宏达电 现在美国面临同样问题 假如继续放任 这些工资跟房租走高 观众美国服务业会完蛋 制造业还没起来 服务业就垮掉 所以这个中间的一个平衡很难 所以说我常常就讲说我们这个商学院 大部分都是选择题 不是说世卫题 就是说轻重缓急你要选择哪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美国的问题 就是这个美元的强势 这个是美元指数 现在大概几乎都不用看 都是在100左右在那边晃 快要站上这个100.33 那最近我想做一篇这个计量的验证 那发现说从2009年1月1号 到2015年的6月1号 就是最近 2009年1月1号 但是次贷最严重的时候 对 次贷危机 风暴准 那快要美国快要做QE的 这个2009年3月的时候 那这个比较标准就是这个MF SDR 因为它五年这个评评一次 大概跨过这个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 第一个美颜指数 大概上扬了11.08 这209年到现在 对2009年到现在 对 所以说FED讲的不是没有道理 它说我们的美颜强势 让我的这个制造业出口 和皮书每一次都这样提 最近还是这样提 那第二个你可以看这个 比较弱势的欧元 它总共扁了12.97 对 12.97% 那第三个日币 那更不用讲 从90几块一路扁到这个120几块 扁了36% 那个幅度非常大 那第二个英镑 那控制的还不错 但是也扁 扁了那个8点多 因为它是盯住那个欧元的关系 那再来就是人民币 人民币是涨了 升息了这个9.22 相对于美元 对 相对于这个美元 因为美元没有相对 就美元指数 那其他都是兑美元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提说 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 最强势的货币就是新台币 美元跟这个人民币 对 那这样一个状况 你叫美国继续升级吗 你要让它升级一% 你升个这个两码三码的话 那美元指数站上 再上去 站上去的话 我想这个绝对不是 释造压力更大 对对 另外第三个就是有关于 这个美国的债务问题 是 不要忘记 2002年03年开始 美国这个债务问题就出来了 是 也曾经那个政府部门 也曾经关门过 关了几天 对 几天你到那个海关的时候 你出现 怎么那个对牌这么长 是 本来是吃几个移民官 现在剩三四个 去年美国连签证都发不出来 家里有留学还记得 这个今年就今年 今天暑假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AIT 一度发不出美国签证 对 那这个例息 各位可以看这个美国债务的这个图 这个表 那这个表在2013年的时候 它超过100% 对 那超过100%是国会一定要同意 是 才可以再继续的再发债 不管说你的债务倒计也好 或者是说你已债养债都好 对 就一定要发债 那一发债 大家知道 那个票率率 随着利率的升高 你要拉高 才有人买 利息支出可以越来越大 对 利息的这个支出 对 可能对它的这个财政的这个血减 也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影响 对 所以它必须要核算说 到底这个 对 到底我升多少码的时候 对 我今年已经做到这样子了 我想白宫跟FED都有资料说 我今年可以削减多少一项资质 所以就好事件意思来了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结构性跟成本推升性的通膨 房租跟工资 对 网上的冲力是非常大的 FED必须要控制 可是又提到第一个 美元太强 对 美国国债的举债成本 就是要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压力很大 所以美国股市礼拜五的大涨 这个其实这个数据太好 我们要不孝子理论 通常是股市要大跌 为什么会出现大涨300多点 而且一下扭转着多空 老师你会怎么去分析这个礼拜五的大涨 因为这跟后面有关 对 我想这个是一个短期事件 事件分析的一个大涨 因为大家议计说12月15号升息是肯定的 那我们之前也用这个Tether的 这个Fundrate的这个法则算过说 大概升息顶多大概0.25到0. 这个再加0.125 大概0.375左右 这样一个benji mark 那如果说它的升息是升息的 但是它是少于这个数字的话 就表示说它考虑到后面的这个美元 跟考虑到国债的这个问题 它绝对会考虑到 绝对会考虑到一个长期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美国这个股市是冲着这个事件 在做一些这个短期的一个利多的一个调整 预期的 因为预期嘛 你不管怎么样12月5号的时候 这个事件就close的 对12月15号 对12月15号 对不起 那那个财务行为谁呢 有两个理论 第一个是反应不足 第二个是这个反应过度 对不管反应不足或者是反应过度 under reaction或over reaction 12月15号之前就结束了 这个行情可能就结束了 你另外再看的话 可能就要回到美国的企业的这个基本面 这个资本支出 还有它的获利的这个状况 我想这个调整期呢 还是不是短期能够 好 大家可以 其实刚俏老师把大环境讲非常清楚 那我们就很简单 礼拜五美国股市涨300多点 到底对台北股市的选举行情 资金行情会有什么样的注意 抓龙头嘛 谁过高 谁创高 谁领涨 那我们就可以想 这行情是玩真的还玩假的 我们看第一档 三赏道求成分股 唯一创下几乎是历史新高的 是麦当劳 官媒有没有听错 麦当劳 麦当劳不是蛮惨的吗 连台湾的分公司都要卖掉吗 那为什么麦当劳股价 能够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麦当劳现在抽纸 麦当劳自己在减肥 什么意思 他透过股力发放跟护肠股的动作 准备减资300亿美金 让麦当劳股本变得更小 说我们叫麦当劳资本抽纸 所以使得麦当劳股价 在礼拜五的时候出现喷出 而且是三赏成分股 唯一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麦当劳的喷出 这会对台北股市有什么样的连结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看一下 另外创高的也是微软 那微软其实赚钱 都没有谁用微软 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没有微软的信号 不是这个Apple的 就是Android的 那为什么 微软还能创高 因为微软也在减肥 所以微软的库长股动作更大 所以使得整个微软股价 也创下这个网路泡沫以来的新高 我要请大家大开 我们观察一下 因为这两档股票 基本上是礼拜五 指数没过高 在这两档股票 一个创下历史新高 一个创下网路泡沫以来的新高 怎么做观察 对 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大涨 这两档股票真的很特别 我们看这个 麦当劳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这是月线 然后微软是创了将近16年的新高 那刚刚基本面 其实世光哥也提到 就是应该没有大家想象中 没有基本面 对 所以说这个行情 已经是所谓的超越基本面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其实在节目中 也跟大家一再提醒 美国股市的这个部分 在买库长股的 对 相当的一个积极 这是统计到今年 205年第二季来讲 买库长股的前20名的公司 对 前20名的公司呢 第五名就是这个 Microsoft 微软 对 然后第15名呢 是麦当劳 对 而且微软买的金额 我们看一下 过去10年 它买了1236亿 美金啊 美金 买回来那么多 对 它买的金额 你看是前20名里面最多的 只有它一个人超过1000多亿 是 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统计第二季的这个 前20家买进库长股的金额 当分子 那分母是所有 S&P500的公司 对 当分母的话 你可以发现 第二季买进库长股的比重 高达41% 对 等于说你看 过去只有16% 19% 29% 现在一下跳到41% 大家都在买库长股 而且越买越凶 可能想说这个资金行情 这低利率的资金行事要结束 大家赶快先买为盈 对 到底这个问题蛮麻烦 这在我们在财务经济当中 就是个代理问题 为什么因为官媒议 美国的都是CEO 他跟家族没关系 他的bonus 他的红利是来自于选择权 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出现大麻烦 就是现在美国这些上市企业公司的老板 基本上看的都是股价 怎么样把股价搞高 对自己会领越多的红利 所以到底是一个长期经营 还是短期经营 这问题来了 我怎么知道 我明天还能主持金钱报 我先把红利搞到口袋里面再说 所以库长股制度变成很特别 所以美国企业不投资 专买库长股 导致现在这个很特别的现象 对 没有错 基金经理人跟家族企业 本来差别最大就是我看股价 我股价拉得起来 我经纪人就是你是OK 合格的 对 家族企业不一定 对 家族企业有的是 只看基本面不管股价 刚好相反 是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 这个公司买回库长股的金额 到今年9月底 对 已经超过5000亿了 5000亿美金 9000亿美金 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了 是 那你看他这从2009年开始大幅增加 其实刚好就跟这个 这是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的低点 掉到这个零利率 借钱买股票 对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零利率之后就开始买 所以现在呢 美国股市没有基本面 可是股价又很强 指数也很强 怎么办 现在连这个分析师都开始有点头痛 是 我们看这个是这个 大摩一个非常有名的分析师 他叫做Adam Parker 是 他最近那篇文章 他提到说 我们认为任何人都无法预测 未来几年 S&P500的本益 这报告 官员这个人预测美股预测的很准 对 没错 他之前看美股看得非常准 看多 看得非常准 对 他在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看空 他认为S&P500成长率是零 就他真的被他预测中 对 欧债风暴 对 然后2013年9月初的时候 他预测 那时候S&P500指数才1600多点 对 他认为2014年 就隔年会破2000 对 结果也被他预测准确 对 所以这个非常有能力的Alan Parker 他现在说 他都没有办法预测美股的本益比 他讲的可能是真心话 是 他如果讲真心话 就让我想到这个 有一部电影叫《征服秦海》 他也是因为这个运动经纪人 讲了真心话 说客户不要太多 一两个就好 大家可以认真的服务 然后就被fired 所以我想说这个Alan Parker 会不会因为讲了真心话 会被fired 对 好 我们看到没有股市变化 但没有股市能够走到哪里 那长期有长期的view 那大家确好是特别分析 可是短线上 大家更关心的是 快到年底了 尤其明年有大选的变数 这个行情能够走多远 真的有选举行情吗 我们就往回来观察 这个选举行情 还是要跟消息一部分 基本面有关 那我们就要连接到 因为今天台北股市最强的 是半导体的台积电 跟联发科 最弱最差的是破底的大力光 他们之间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将广告 回来从嘴硬跟膝盖软 来做进行的分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